好,現在要教大家如何在簡報中demo自己的Tableau成果 打開PowerPoint之後 用到檔案 的選項 在自訂功能區的 主要索引標籤這邊 確定 開發人員 這個索引標籤 有打勾 最後 按確定 首先 第一步是先在插入 這個索引標籤中的 物件 插入一個物件 選擇有檔案建立 檔案就是 你所要demo的Tableau檔案 這個索引標籤 建立好之後 我們在常用 編輯這邊 第3個選項有一個選取 選取裡面的第3個選項有一個選取窗戈 將部件命名為Tableau 將部件命名為Tableau Ta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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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欲demo的table檔案裡面 截取一張畫面 開發人員 繼續完之後到 Portpoint的開發人員 所以標籤 這邊有一個圖示的圖案 按一下 接下來是框選 這個截圖 所有出現的位置 框選完成之後按右鍵 打開屬性表 在字母順序 這個標籤中的Picture這個部分 我們要加入剛剛 做截取的畫面 加入之後 關閉屬性 接下來 在這個截圖中 點兩下 會出現 一個變異器 我們將 這段程式碼 佈置 取代原本的 程式碼 按儲存 在儲存檢報檔的時候要選擇 啟動聚集的檢報檔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畫面中當我按下這個Dashboard圖案 會自動開啟 Tableau 於是你可以在這邊進行所有的操作 操作完之後將Tableau關閉 可以繼續進行的簡報 這次的教學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